现在的饭圈真的太可怕 你知道粉丝最近有多疯狂吗 我去年参加完脱口秀大会 这我也收获了几个疯狂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同学 是一个二手的粉丝 他看完我脱口秀大会的表演 对我非常崇拜 觉得我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实在推脱不过 我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发现 我比他还激动 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 明星跟粉丝吃饭应该注意什么 要不要AA 如果他不肯AA 我怎么办 但这个粉丝对我非常好 天天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要帮我解决家里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何得何能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粉丝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 海远 如果我帮你办完了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跟李旦吃个饭 然后搞得我真的很受伤 我说你跟我聊了这么久 你就是为了跟李旦吃饭吗 他说是啊 我真的很受伤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我跟您说过去 我跟李旦听 你会搅了 我跟李旦吃店 你これは这那些事情 你的那种嘛 我跟李旦悦 我跟李旦悦 我到你 我吗 我王爹 你 我是谁